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回到我們的方舟生存鏡 哇 哇 我終於是把資源都收集完畢了 終於是把資源都收集完畢了 當然那個還在燒就讓他去燒吧 不過呢最後要收集那些資源 真的就比較簡單啦 這個火藥有60個也都做出來了 那就是這個我有夠多嘛就是去多收集一些石頭 就足夠來做那些東西啦 一片的東西都足夠啦這邊100個 這邊46個所以140個我們多了6個但是 對沒有錯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做這個了纖維當然沒問題纖維有1000個 皮革1300個 珍珠要100個我們有113個所以多了13個 不要那麼囉嗦啦直接把他做出來就對了 昌龍的鞍來了 昌龍 我的天啊 弄這個東西來吧 昌龍的鞍弄出來啦 再來我就是去多收集一些果實喔 那因為之前我人啊一直都在外面喔然後所以 所以 在外面真的待了太久啦 待了太久然後我這邊的植物都開始枯萎啦 我這邊植物都枯萎啦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這個應該是一整根很長的一條出來的吧現在都已經枯萎掉了 然後這裡面的果實嗎其實我可以多拿一些出來我可以自己吃啦對不對 一些我可以吃的果實可以拿出來吃啦 這個 喔這個我要全拿好了 就這麼 喔 剛剛那邊有個蝎子是被我這個攻擊了嗎 我看起來像是那個蝎子好像被我那個攻擊而已還是他是去那個 還是他剛剛是那個啦 去那個什麼去水裡面被打了喔 這邊也是一個翼龍被攻擊了 哇太兇狠了 太兇狠了翼龍也被打死了 翼龍不是被打到就會馬上飛走的嗎 但是碰上了我這個這個植物也是沒轍啊我的天啊 好吧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說我之前這邊真的那個肥料全部用光啦 全部用光他們居然就開始萎縮了 是因為肥料用光才萎縮的嗎還是因為那個更新的關係才要導致萎縮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他們是萎縮了反正現在就是的 那這裡面這個小猴子呢 我還沒有馴服啦 他一直在處於逃跑的狀態喔 就 我不管人多遠啦然後我只要接近他 就會開始逃跑 正常來說應該不會這樣吧 或者是這個我給他的空間不夠長 所以他就是一直處於逃跑狀態就是一直受到驚嚇的狀態完全就不可能說消失掉這樣子 這樣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麻煩好 不管怎麼說 我現在有了 有了昌龍的鞍了反正我就先到水裡面去了我要先去水裡面那 我要去水裡面呢當然我們需要的是這一套裝備就要出來啦 這套裝備要來啦 這套裝備是這四個東西吧 ㄟ ㄟ 這是什麼回事 我的裝備欄也多了一個欄位也是這一次更新裡面多出來的吧 裝備欄多了一個欄位喔那意思是我有什麼可以新的裝備可以讓我裝備上來的嗎 看起來 我不確定了好好好好像有好像沒有 等一下 怎麼會裝備欄多了一個東西了呢 backhand嗎offhand 這個offhand是裝備在哪裡的地方啊我有什麼東西可以裝備在那上面嗎 這個 能裝備上去嗎不行 不行 然後這邊好像多了一個按鈕叫做那個 不裝備他 不過我們雙雙雞也可以雙擊也可以啊 所以我這邊是要穿的是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 這個加這個這樣就沒錯了這樣就是我的一整套啊 那我這邊的這些都先往這裡面塞一下喔 減輕一下身上的重量然後這個先不要這麼早帶這個也一樣這個也不要這麼早穿OK 就這樣子 我們可以騎著我們的風神翼龍出發了風神翼龍 你還認得出我吧 我雖然說 穿了一些很奇怪的裝備但你應該還認得出我了才對 沒問題走到我們到蒼龍那邊去吧 哇風神翼龍順便看看啊那個 我有一隻完全被卡住的鯊魚不是嗎 那那個 蛇頸龍上次真的是被我我就隨便就亂衝幾下然後他就出去了 這邊的鐵會重生的耶 重生速度好像很快喔我上次才來這邊挖過而已啊 怎麼就又重生了 他是不是現在這個鐵的重生速度真的都很快啊 然後這個是怎麼回事這些傢伙 能不能把他抓起來 我可以耶 哇劍龍劍龍可以抓起來了耶 但應該摔不死他了應該摔不死他了就 丟吧丟下去他應該是不會摔死的才對 對他會很平安的就著陸了 他會很平安的著陸了這樣那這樣子的話 他是怎樣這個這個最近這個刷的速度會變快嗎奇怪了 我才上次才把這邊全部踩完而已怎麼一下就有了 不管怎麼說我們往前面飛吧 哇那這邊一直有一個很奇怪的叫聲是風神翼龍的叫聲啊風神翼龍飛行的速度到底有沒有比那個 比那個那個巨音還要快呢 好像有吧好像有一點點快一點點吧有嗎 但是體力倒是下降會比較快因為沒辦法體力本來比他少嗎 但是最好的就是他 啊 啊 呃他的可攜帶重量他可攜帶重量真的很重所以 如果要收集資源的話找他就沒錯了這點要一直不斷的強調一下 那當然在挖 金屬的時候啊也會採集到像黑曜石啊什麼都得採然後還有石頭嗎 所以都可以放在他身上然後就可以一併帶回來了 就不用像之前那個巨音喔就 反正你也不 也沒辦法帶多少東西馬上他就要操縱了就得先回來了這樣子 有風神翼龍的感覺真的很好啊 有他就是好真的 雖然說馴服他真的是相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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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囉嗦了 那這個還有一點就是那個巨音野生的巨音也會來攻擊他的 那我這個的話等級低啊如果說在路上碰到暴龍啊還是什麼的話 也很容易大概就會掛掉吧所以我決定要把他給停 在 橋上嗎 把他給停在橋上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安全啊還是把他停在我的那個 據點建築物裡面好像也會被攻擊吧如果暴龍來了的話 那我這邊也沒有其他的恐龍可以 可以保護他了 喔真的那我還是停在橋上好了 終於又飛到這邊來了 再往這邊靠近一點的話很快就會看到橋開始刷出來了 死亡島就在那邊喔 哇 這麼一看我當初這個工程也真的是有夠浩大的哈哈 看能把那個鯊魚抓起來嗎那個是被卡住的鯊魚 但在他之前等一下叫他停著休息一下 看能不能停到這個裡面吧應該可以吧 可以他可以停在這上面的 而且他也可以這樣子走啊 不過他要走到這個橋上會不會就歪掉了 還好耶 所以就把他給停在橋上嗎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吧感覺上了 希望是會了哈哈 好飛起來看看能不能把那個鯊魚給抓起來 來吧抓鯊魚肉 補鯊魚肉 咻有嗎 沒有抓不起來鯊魚抓不起來 咻 很好抓不起來 那這隻烏龜呢 烏龜抓起來了 丟下來 鯊魚抓不起來 沒有辦法 這個只能一輩子被卡在這邊了嗎 可能是吧 沒有任何的方法 抓不起來了 沒轍啦 不知道是誰跟我說可以抓的 事實上證明了已經抓不起來了 好啦我們就把他給往這邊 等一下他就掉下來了 喔不 跑到水裡面去了 不要不要走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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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他會越飛越高耶 而且他會到處他會自己亂飛喔如果這樣子繼續擺著他不管他可能自己會亂飛 然後能不能跳起來然後看能不能點到他好了不然我就得 不能點不到 給我過來吧 叫叫他過來 叫他跟著我過來 很好 可以了 碰上水的話就麻煩了真的 碰上水真的很麻煩 走吧 所以真的 就叫他停在這裡面就好了 就這樣就行了好 稍微往裡面一點點 那還有鯊魚可以幫忙打嗎可以的啦 那把他的狀態調整好一點吧 Attack我的攻擊我的目標的攻 Neutral就行了 至少讓他可以去反擊一下吧這個東西帶著吧回去可以當肥料 那蒼龍我來了蒼龍 蒼龍 蒼龍就是這個不是神奇龍這是蛇景龍蒼龍在這裡 蒼龍我來了喔蒼龍 不不不停在原地就好停在原地就好你們現在先不要激動 現在先不要激動 我還爬不上去了 我還爬不上去了現在 那只要把他裝上他的鞍了 直接把他裝上他的鞍了 去吧 可以了 裝上他的鞍之後 我們先騎到他的背上去吧 Oh yes Oh yes Oh yeah 被卡住了 是在夜什麼夜的 被卡住了被什麼東西卡住了 被什麼東西卡住了 就是那個傢伙鞍有沒有就是被鞍卡住了所以 有些人就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默契要去打鞍龍因為鞍龍會把我卡住 那所以說像現在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就可以穿上我的 裝備了 這些裝備先穿著 好 走吧蒼龍 我們去統治海裡世界吧 哇這個蒼龍游泳的樣子 哇 哇 看他體力消耗的速度如何 好像體力消耗也蠻快的但是他游泳速度就不知道如何了 體力消耗的算是也還蠻快的耶 可能也是因為等級不是那麼高的關係吧 應該是的 哇他這樣子他一直在扭動他的身軀感覺 他是蛇是不是 蛇還是蜥蜥什麼的 然後我們往前吧 哇 現在就是帶著蒼龍的 蒼龍的感覺真好 怎麼會帶著他游一游游一游莫名其妙就升級了 那他的游泳速度我想如果說真的要比起鯊魚來說應該還是比鯊魚快吧 雖然感覺上又比蛇頸龍慢一點的樣子 好像比蛇頸龍還慢耶 看一下 不過他有一些奇怪的東西可以先丟了像這個東西啊還是什麼 喔他有一大堆的鯊那個牙齒喔 可以丟了的我都沒有整理過他的東西對不對 是的我都沒有整理過 這個都先丟一下吧 所以他升級了哇他血補的好慢喔 是不是我離遠一點他就不會補血啦應該是喔我怎麼被打了 誰打我 鯊魚來打我了不要命啦這個鯊魚 找死 我隨便打幾下可以把他給打死啦所以加強一下攻擊力好了好像會比較有用吧或者是加強一下他的一些體力喔 我就先加他的攻擊力好了就這麼決定了 因為他攻擊力剛剛是270嗎加一次變成加30 也還蠻厲害的嘛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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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石頭就不要這個鍵我就先拿著吧可以帶回家然後放著 先暫時放著這個牙齒真的不用那麼多啦 沒關係先叫他先帶著吧也沒有關係喔走我們往前面游游看 所以剛剛已經試過了他打的速度真的是還蠻快的喔 這邊他轉不過去喔這邊還有鯊魚我們看一下打幾下 好像也是不是那麼容易控制可以打到對方喔 他的一個轉彎半徑也是很大的 打 打 咬兩下可以把他咬死啊這個這個真是太威猛了真的 那他可不可以收集石油呢 不行耶 他也不能收集石油要收集石油還是只有鯊魚可以收集 為什麼限定鯊魚而已 完全鯊魚限定這樣子限量 走走走我們繼續看然後到時候看他打蛇頸或是什麼的樣子啦我看一下我現在 我在背上現在不能夠看我的那個 地圖啊 什麼槍擊雨會到這麼深的地方來的 我們繼續往前吧 那我看我可能 環顧一下四周吧 安全的話我先下來然後看一下地圖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嗎 看他游的速度真的沒有蛇頸龍那麼快 蛇頸龍是 隨便游游我就莫名其妙的已經游到那個最右下角的地方了 我現在繼續往前游看看好了是不是也是隨便游游我可以游到右下角的地方 因為剛剛還有戰鬥一下嗎 畫面又卡了一下 不過 我之前用蛇頸龍的話也是啊 也是會路上會遇到戰鬥啊什麼的 但是 都還是很有辦法可以說一瞬間然後就莫名其妙要游到那個 喔 前面是什麼蛇頸龍 來吧我們準備要來 準備要來大戰一場 準備要來大戰一場 蛇頸龍 蛇頸龍來吧 來吧 打 有打到嗎剛剛 有嗎現在還有打到嗎我就不太確定了 又要轉圈圈了不要跟他繞圈圈了啦 天啊 這些體型大了都會都會轉圈圈了 來吧來吧 好了各位剛剛我的錄製設備又出了一點問題了希望 希望後面錄出來東西不要有問題就行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啦 來吧我們還要繼續的稱霸海洋了 為什麼在稱霸海洋的時候我的設備一直在出問題 不能稱霸海洋了嗎 蒼龍蒼龍大大 蒼龍大大加油啊 蒼龍大大你很容易被卡住呢 蒼龍大大 你真的很容易被卡住耶 我覺得應該要往稍微偏向岸邊一點的地方吧但我個人會比較想要 靠近海底一點啦 因為那邊才有比較多強力的強力的家伙可以打嗎 例如蒼龍他的夥伴蒼龍或者是蛇頸龍可以打前面來了 前面是誰 鯊魚而已 鯊魚也可以打鯊魚的經驗值其實也不少 就如果說一開始來說啦鯊魚的經驗值真的不少 攻擊 攻擊 哇果然是兩口可以把他咬死啊 那我個人 我發現了就是 在這種狀況之下 很難看得到說他的頭 所以很難看得到 很難看到他可以去打的地方 對啊所以一定也是要像這樣子來看他怎麼打的 不然用這種方式的話雖然都在水裡面啦這樣子看是比較清楚一點 可是說就不知道說 實際上自己到底距離目標到底有多近 哇一直 一直不小心的游到了這個 外面這一邊來了 那我現在的話呢人已經到哪裡了 看一下 對 他游的速度真的好慢喔 他游的速度真的沒有蛇頸龍來得快 好吧 各有好壞吧 他游的速度沒有蛇頸龍快也也沒什麼關係啊 他的攻擊力強就好了對不對 那就是他的等級比較低 蛇頸龍的等級比較高一點 上面是什麼鯊魚 還好 攻擊來 要攻擊就來 哇看到沒有很快就可以升級了很快就可以升級了 所以要把他給變強應該也就很快的事情那我看加一次血量可以加多少 6600 33 7700啊加了1100啊 我被什麼東西打了 屁股後面嗎還是哪裡 我只好隨便攻擊了我不知道只好是不然是先遊遠了 鯊魚喔鯊魚剛剛攻擊我了 天啊 居然敢來攻擊我 居然敢來攻擊我 可是才剛升過級了而已 雖然我加的是血量的不是攻擊力 不過我的攻擊力本來就夠強了只要 隨便咬他的幾口就可以把你弄死了 他這樣還敢來惹我真是莫名其妙 哇 強力的昌龍強力的昌龍 繼續把他訓練下去 在水裡面要用他來取代蛇頸龍應該不是什麼問題吧 應該也難講他可攜帶重量是多少 哇他可攜帶重量更重啊1300啊 1300不過他的游泳速度是比較慢啊 這點比較可惜一點啊 這也是比較可惜一點啊 哇他身上拿這麼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都丟了吧 還有就是他的也是要他的轉彎好像 他的轉彎半徑感覺也是比那個蛇頸龍還要大了一點 這點也是 不太好的地方 來吧沒關係沒關係 總是有好有壞吧 總是有好有壞的 不可能全部都要好的那這邊這個洞就別別鑽了吧 沒事我們現在也沒有必要到那些洞裡面去啊 我現在是應該已經到 來攻擊吧 開打開打 但是呢我得繞了喔天啊 我快死了耶其實很快了 很快就要死了耶 好危險喔 真的狀況不行的時候我就要趕快逃跑了 我的血量如果開 被他們好像隨便咬了幾口血量就會掉很多了 而且他們的等級其實 但是 Oh my god 好強喔 哇蛇頸龍果然還不是蓋的而且 最重要的是他們一次出現就是一大堆啊 蛇頸龍一次出現就是兩隻喔 所以被他們打到也是很危險啊 天啊唱龍你補血速度能不能再快一點 那現在反正 不管怎麼加最大值都沒有用啊 接下來他如果升級就是全面加攻擊力啦毫無疑問的 我記得他接下來要升級應該也會蠻快的這樣子 那我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已經到了 左右下角了吧 對我已經到最右下角啊 好啦其實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慢啊 就是 確實是沒有比那個還要快 就是沒有蛇頸龍那麼快但是 也不會說太慢這樣子 我們先浮上來吧 浮到海面上他浮到海面上的空速度也是很也是很快的 對他浮上來速度超快的 那也實在沒什麼好挑剔的真的沒什麼好挑剔的 我們去打 想要跟著我 喔每次都是被他給擋到喔 打這個居然就升級啊 所以加攻擊力吧 327喔 我覺得他 攻擊力加一次那個percent好像加的不是很多耶 如果他加一次能加50percent就好了 但是那樣就 就 是不是就算太強了還是怎麼樣 為了遊戲的平衡度吧 那當然還不會弄成那樣 來來來這個繼續打一下 真的隨便咬一下就可以把我咬死啊 那我們在稍微 往 深一點的地方去吧 有的時候我覺得那個鯊魚的出現呢好像 他會在 離水面的地方很容易就 就會出現一次就出現10幾隻 20隻鯊魚 但是如果說在海底的話 倒不是那麼容易出現那麼多隻鯊魚 這邊是這個鯊魚很好來 來站吧 站 開站 開站 哇 鯊魚身上也真的是很容易就會出現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個 多咬幾個吧 現在的話呢是血量要慢慢的回復才行啊 看來他要成為 他要成為海中霸主 真的還早呢 如果他等級能夠高一點就好了啦 等級不夠高的話 真的就是變成這樣 因為蛇頸龍一次都是出現兩三隻嘛 每次都是這樣 喔鯊魚來了太好了 那我就試著看看能不能就 這種方式 然後操控他吧 這樣看的話 畫面會比較清楚一點 真的是畫面會比較清楚一點 還有他們怎麼身上都是那些石劍 他們身上都是那些石劍啊 或者是石斧啊 石劍為什麼不給我金屬劍 呵呵 有金屬劍就好 太過分了不給我石劍如果這個時候如果遇到一隻蒼龍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如果遇到一隻蒼龍真的 真的會非常危險 真的 這時候如果遇到蒼龍的話 我覺得啦逃好不好先逃 這時候如果遇到蒼龍的話逃因為血量不多了 他還得再繼續慢慢的培養才行才能夠成為稱霸 稱霸海洋的霸主 不過真的 他等級本來就低嗎要稱霸談什麼稱霸 怎麼稱霸都沒有辦法說 那個 他等級還是低啊 怎麼在這麼大一片地方居然都沒有東西喔 對這麼大一片地方怎麼會連個鯊魚都沒有的 海洋生物又絕種啊 應該不會吧 哪這麼容易又絕種一次的 但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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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好像真的真的少了相當的多 還是他都他們都在接近水面的地方 我也上去一下 怎麼沒有像上次我一過來然後水裡面就突然之間 就在靠近東南方的小島那邊 突然之間就有 十來隻鯊魚朝著我衝過來 怎麼沒有那那時候的那種盛況怎麼就沒了 真的那時候盛況就沒了 那我現在 我現在又跑到哪裡了 也是一樣下來看一下地圖好了 我已經游到這裡來 好了 他的速度呢 終究還是比鯊魚快得多了 重點是他的體力補充應該 也不會像鯊魚補充的那麼慢 那個鯊魚的體力補充真的太慢了 來吧鯊魚 這邊又還有一隻 決戰吧 決戰吧 咬他個兩口把他給咬死 太棒 但是總覺得這個鯊魚的經驗值真的不高 可能蛇頸龍真的經驗值還才比較高 繼續往前游吧 是說我一直都在南方游 我也沒有到達北方的海域過 我覺得我應該 找個時候我要去北方的海域那邊游一下 我一直都是游到南方這邊來 喔蛇頸龍 蛇頸龍只有一隻 不對另外那隻遠方那隻來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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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是這樣的血量打兩隻的 這次應該也還是行的 而且 現在還是算各個擊破吧 各個擊破可以了 可以了 還有這一隻來吧 來吧 蛇頸龍 因為蛇頸龍的經驗值會比較多了 所以打蛇頸龍也比較好 打兩隻也快要升級啊 喔天啊 蒼龍還是沒有出現了 好像有人在我這裡留言說 上次在蒼龍 遇到了好多隻是不是在水裡面碰到好多隻蒼龍 可是 我真的 好奇怪我遇上蒼龍數量就沒有那麼多 像大家看到的這樣子 我遇上蒼龍像現在 一隻蒼龍都沒出現了 一隻蒼龍都沒了蒼龍也絕種啊 剩我這一隻啊不會吧 顏 מה 那前面好像有一個很大駝的東西 噢那個是一個 石頭而已吧 重點是我的血量不多啦 真的是凡事都要很小心才行了 血量不多的情況之下 血量的最大質感真的是有必要加的 然後到時再讓他好的休息 到血量全滿之後才能夠再出洞這樣子 啊 天啊 怎麼又沒有啊 怎麼又都沒有啦 繼續往前 那這邊是 這邊就是上次我往前面 這邊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這邊 昌龍果然這邊有一隻啊 這邊是固定會刷一隻昌龍的 是不是啊 我上次就是在這邊 找到我這隻昌龍的啊 等一下這隻昌龍等級多高的 打來 等級4 比我的低一點 但是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我可能會輸 啊 他咬我的屁股後面 難怪 好聰明哦 他剛咬我屁股後面 哇 他又要咬屁股後面了 不行啊 不能跟他說咬屁股後面了 哇 一直被他咬屁股後面還得了 重點是要 要正面對決 你為什麼一直繞圈圈 正面對決你不會嗎 你不懂嗎 哇 成功了 成功了把他給咬死了 還好對方只有等級4 哈哈 哇 身上的東西真的好多哦 他身上的東西超多的啦 真不愧是昌龍 我又卡了 我又卡了 哦 血量最大只可以加 但是現在最好是先加攻擊力 攻擊力加到700 攻擊力能加到700是最好的 oh my god oh my god 看來碰上一隻昌龍還是沒有問題的 那上次我也是在這邊碰到的 我遇上我這邊我的這隻昌龍的嗎 你知道這次又出現了一隻昌龍在這裡啊 大家如果想找昌龍的話可以來這邊 然後可以像我一樣啊 就那一根斜斜的石頭的後面就有那個 可以馴服他的地方 沒有問題 欸 欸 鯊魚來了 鯊魚在這邊 那 我也是要很難繞囉 很難繞過去就是 攻擊 攻擊 咬死他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看來昌龍 昌龍果然還是厲害啊 欸 但是我自己的耐久度呢 我在耐久度還沒有下降太多 還好 畢竟昌龍的話體型比較大 游一下滑一下還是可以在水裡面滑比較遠的 所以說現在的話呢我應該又快要繞到了 最左下角了 對沒有錯 我已經要繞到最左下角了 所以繼續繞 我就可以再繞到北邊去了 想接下來呢 我就繼續的這樣繞吧 而且 再來就都是我比較沒有去過的水域喔 可能那個鯊魚的數量也會比較多 之前去過的那些水域 可能鯊魚都已經被我給解決了差不多了吧 我是這樣子拆的 那我到達左下角這邊呢 這一集的話也就差不多要先結束了 那下一集的話呢我就 繞一下 我就繞到北邊 然後從北邊回去這樣 等於說我這個海要完全繞一圈 沒有錯 要完全的繞一圈 因為我還沒有完成這樣子的一個目標嗎 為什麼這會是一個目標 我也覺得奇怪 好啦我看看 等一下喔 我現在到底是到了最 最左下角了沒有 我就不知道 應該是差不多到了吧 喔下面又一隻蒼龍在那邊了 又一隻蒼龍在那邊了 除了蒼龍還有鯊魚啊 鯊魚好像要朝著我游過來 我的屁股後面應該沒有東西 但是蒼龍要來了 我這隻蒼龍的體色好像比較深一點 我來了 我這隻蒼龍好像比較凶狠耶 來 來等級多高的 來來來來來來 但是我覺得最囉嗦的 他一定又是要 他一定會在那種 我 我打不到他 然後他打得到我的那種狀況之下 結果我自己開始肚子餓了 我自己本人開始肚子餓了 那隻蒼龍要來了 還沒有看清楚那隻蒼龍等級多高 另外好像蛇頸龍也要來啦 這個傢伙不要來 謝謝 那這個鯊魚先來 我們先攻擊這個鯊魚 先把這鯊魚弄死一下 那個蛇頸龍來了 蛇頸龍來了 兩隻 天啊我的血量夠嗎 血量夠不夠 不知道血量夠不夠 血量希望要夠啊 血量要夠啊 打下面這隻 打下面這隻把他弄死 成功了嗎 哇怎麼還來啊 果然 我覺得接下來往北 往北邊去的路上 應該是非常困難的 那那隻好像已經不理我了 那隻不怎麼理我了 來了 要來了要來了 我的血量不夠了啦 怎麼還來鯊魚啊 我的血量都不夠了 你還想怎樣 來來來來來 這等級多高 等級44喔 跑 跑 跑 哇等級44了還得了啊 等級4444 要馴服也是馴服這一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現在我是打不過他了 我只好先跑了 往比較高的地方去 因為已經調查過他的習性了 哇 你越高他就不會過來了 你只要高 他就不會來了 沒有錯 其他的鯊魚會來 等級44了 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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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哎呦 但是這附近真的鯊魚一堆啊 前後都是啊 前後夾擊啊 哇 哇 哇這下變成夜問昌龍啊 這下是夜問昌龍 哈哈 這下是夜問蛇頸龍 現在是夜問昌龍 那這我最最討厭就是繞圈圈啦 沒錯 又要開始跟他們繞圈圈了 我知道往前面游一點點 然後再繞回來了 不然又要跟他們繞圈圈了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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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吧 我們在比較高一點地方 請問我怎麼無法往前啊 欸是耶我無法往前欸為什麼 應該又是被那個卡住了 一定是被魚龍卡住了 我才無法往前的剛剛 對一定是被魚龍卡住了 喔還有魚龍跟著我啊 魚龍一直卡住我欸 天啊 我在水裡面除了 除了轉圈半徑大之外 還會被魚龍給卡住啊 喔 喔這魚龍真的很煩欸 魚龍不要再來了好不好 就死啦不要再來了啦 一隻卡住我是什麼意思的 這邊 喔鯊魚來這邊 鯊鯊鯊鯊鯊鯊鯊來鯊鯊來 鯊鯊來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 去死吧去死吧 OK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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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的天啊 天啊 我可以平安升級了沒有 好啦 我還得稍微回一下血量喔 然後加一下攻擊力 喔這個果實 就是所謂的戰利品的部分喔 我可以抓一點來吃了太好了 這樣我本身不會 噢 OMG 怎麼搞的啊 怎麼搞的啊 這鯊魚剛剛都沒出現 怎麼現在全出現了 之前是跑去哪裡啊 之前是跑去哪裡啊 太好了我相信接下來這段路程 一定是會非常非常精彩的路程 總之先讓我到上面去吧 我先浮到海面上去 他浮上去的速度真的很快 他浮上去的速度好像比蛇頸龍還要快 好吧 那麼我想這邊一望過去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邊一定是在最左下角的地方 我接下來只要一直往這邊前面過去 然後再繞到我原來的據點那邊去就行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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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